孟子一生周游列国 游睡祝侯 但最后他失望而归 那他一生最有成就感 和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当老师 所以他说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那在孟子的眼中 什么样的人 才是一个好学生呢 今天我们细读孟子一书 不难找到答案 在孟子的眼中 做一个好学生 其实需要四个条件 那么第一条 就是要取法忽上 孟子说 一个高明的木匠 不会为了笨拙的工人 而改变或者是废弃神墨 后裔也不会为了 笨拙的射手 而改变拉弓的标准 那意思就是说 学生不能让老师降低标准 学生要不断地自我提升 这就叫取法忽上 孟子认为 当我们听到圣人的事迹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振奋起来 所以做学生 首先要取法忽上 好好地跟着学 要跟古人学做朋友 向圣人学习 那么第二 就是要做到专心自治 孟子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秋是全国的下棋高手 他教了两个学生下棋 那第一个学生专心自治 只听一秋讲解 可是另外一个学生 虽然也在听讲 但是一心只想着天上 有个天鹅飞来 他要拿弓箭去射它 那这样的话 怎么能够学得好呢 那么第三要做到辞职以恒 孟子讲过一个比喻 有为者必若绝境 绝境久任 而不集权 有为弃井也 孟子意思是说 我们学习做事情 好比挖井 挖到六七丈深了 水还没有出来 却停下来了 那这就是一口费井 学习也是这样 那我们已经学到这个程度了 为什么不能够坚持到 结果出现呢 所以孟子也反对 在学习上一铺十寒的做法 那么第四条 就是要做到 学之以成 求学啊 必须要一个成字当头 心成之灵啊 我们看 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孔孟为师传道一生 也为之快乐一生 但好学生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是交而得之 学而成之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读懂孟子 才能够走进孟子